夫妻之间不怕吵不怕闹 最怕的就是沉默无视不闻不问 有人说沉默是一个老婆最大的委屈 我挺赞同这句话的 因为唠叨抱怨至少代表 她还在意你关心你 对你的行为还有回应 但是沉默代表着 她在你身上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望 她对你的期望呢 一次次的落空 她渐渐地对你不再有任何的期待 她会慢慢地无视你的存在 你做得对也好 错也罢 她都懒得说也懒得劝 更懒得呢跟你唠叨个没完 她的心都凉透了 在你身上她看不到希望 找不到温暖 她心里犹如苦海一般 你这个人让我寒心 让我委屈 你这个人不值得我浪费半点口舌